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后期 孟成 本集播音 吴天 魅影 第961集 这一战 方林杀了哈迪斯 奴役卡米尔 成功将实强者的力量 捏合到了一起 并且顺利地使得 愚者头衔觉醒 奠定了空间第一人的位置 可以想象所有的轮回者 在那一刻的心情是如何的 形象大变的方林 徐徐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而且他已现身 身后立即出现了一顶巨大而庄严的银色贯面的虚想 而其余的十强者竟然身不由己地主动用右手 辅修 微微地鞠躬之后表示了臣服 而剩余的九大强者 惊讶 也自然是难以言喻的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 十强者的头衔竟然还可以进一步 绝醒状态 方林此时走到了乌杰克的面前 低声说道 我很抱歉 没有办法留守 乌杰克默默地点头 拳击眼睛里露出了差异之色 说道 你知道了 方林垂下了眼睛淡淡地说道 我从他的记忆碎片里面 了解到了你们的关系 其实你弟弟也是可怜人 他后来成为哈迪斯 也是身不由己的 乌杰克只是熬了一声 方林就将哈迪斯的经历 对他一一说了 乌杰克只是听着 却没有什么悲弃的表态 接着他才说道 本来你也只是了解一点 我们之间的关系 方林道 他的过去记忆 已经被脚的支离破碎了 所以 我也只能推测这么多而已 乌杰克深吸一口气说道 而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们进入空间的目的都是一样 为了复活老头子 不过我们的目的却是截然不同 他是要将老头子救回来孝顺 而我却是要救出这个该死的老家伙 到我母亲的面前磕头认错 要问问他 当年抛弃我们母子的时候 这阳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方林道这儿也恍然明白 难怪乌杰克和哈迪斯 形同路人 但来 两个人之间还有这样的心结 倒是乌杰克此时也回过神来 忍不住脸色铁青的说道 那么 按照你的说法 四世纪去根本没有路了 方林微微点头道 不错 而且无论进去多少人 几乎都会被抹杀掉 只有所有进入的人当中最强的那个 才能活下来 在这里 所有的十强者 个个都是人精 听到了这个消息 也是为之大惊失色 好在方林此时的精神力 是何等霸道 遍布全场 其余的轮回者 都只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却不明白具体的内容 方林冷冷地环顾四周 都说道 我知道你们有人在心中怀疑 认为我是信口开河 不过我自然有方法来证明所说的话 在这之前 这个消息若是泄露出去的话 势必会引起轮回者的大规模骚动 导致空间的察觉 你们若是还想要把握住一线升级 那么最好就管住自己的嘴 方林此时携带着击败哈迪斯的启示 以觉醒愚者的身份 说出了这份话来 当真令所有的人士 凛然声寒 识强者当中 哪个没有被他打扶打怕的 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 方林接下来微微一顿 又说道 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割舍不下的伙伴和团队 那么我给你们每个人十个名额 每个人只能带十个人过来 而且这十个人 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 你们既然听了这个消息 他们就算做不到 也必须做到 还有谁有问题吗 在方林身中环绕的那三只诡异的黑色 愚者之童的逼势下 其余的九大强者 竟然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他们亲眼见到 哈迪斯和蛮者 都在决斗当中 被方林以及他的部下活生生打死了 别忘了 那个格林还不是十强者 在方林的扶植下 让格林再抢个十强者来做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虽然方林显示出了 连哈迪斯都不曾有过的跋扈和强势 而其余的人却也只能是默默地承受 用无声来表示对方林的认可 方林微微叹了一口气 放低了声音 说道 很好 还有三个小时左右 空间就会开启进入下一次世界的传送门 到那个时候 集合 说到这儿 他的声音突然间变得阴冷无比 我就让你们看看 进入到四世界的下场 空间当中的人渐渐地散去 此时十强者当中 其实相信了方林的话的 至少有一大半 完全不信的 一个都没有 他们所考虑的最多的 还是会不会被方林当成炮灰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强烈无比的 茫然和惶恐的感觉 所有的轮回者进来 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个目标所奋斗 而此时却被告知 这一切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和笑话 这若是患成了某个神经衰弱的人的话 想必早就崩溃了 还有五分钟 欣元忍不住抹了一把汗 打破了室内尴尬的寂静 他们五个人已经在KOF 其余的私人空间当中 安静地坐了一个小时 自从方林将自己的推论 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讲出去以后 这种难堪的死迹 就一直持续了下去 方林站了起来 默默地向外走着 老胡和林音秀也是无声地站了起来 就站在他的身后 老胡忽然间展颜 嚎笑地说道 管他娘子 既然已经跟着你走得这么远了 我早已经习惯听从你的命令 再一次管他娘子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说完 他大步率先走了出去 而林音秀走到了方林的身后 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悠悠地说道 我一直都会和你一起的 我一直都会和你一起的 哪怕是一起去死 他的声音 又深得仿佛像是泉下的乌野 却是丝丝缕缕的 营绕极深 还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刻骨铭心 方林感到肩头有些潮湿 也有些温热 他知道 这是这个爱着自己的女子的眼泪 此时他的心中 也有着一种生死别离的缠绵 但是此时的方林却更加知道 这根本就不是谈儿女情长的时候 他紧紧地拥抱着林音秀 深深地呼吸着这个属于自己的女子的体相 享受着这个女体独特的温软 然后重新恢复了那个冷酷而桀骜的 愚者的身份 沉冷地说道 我们走 我们一定能够活下来 广场上再次出现了巨大的光闻 这一次方林他们聚集是十分的低调的 在方林精神力连接的调度下 十强者再次聚集到了一起 不过 他们已经低调的不能再低调 就和其余的准备进入世界的团体没什么两样 人谁也想不到 他们就是代表着空间当中最强大实力的 十个人之一 方林忽然间抬起头来 望着远处淡淡地说道 你们注意那四个人 记住他们的梦魇印记编号 顿时 方林指出来的那四个人 立即就成为了焦点 尹者 雷者 前雷者 佩恩 这三个人 那都是属于交友广阔的人物 尹者 立即略带诧异地说道 这不是那个巴比伦吗 这家伙手下不是有六个被剥削的人者吗 从现在就剩下四个了 不对 这个巴比伦的实力 怎么可能膨胀得这么快 方林淡淡地说道 那是因为三世界的黄金主线任务 还有后面一个分支剧情事件 他都有和我一起参与 并且活了下来 所以 这一次突破三世界难度避障的 并不只是有我们这个团队 剩余的人立即就反应过来了 你是说 巴比伦他们此时前往的 也是四难度的事件 不错 你们记住他们四个人的梦魇印记编号 若是我推断着没有错的话 那么他们四个人在进入光门以后的三分钟之内 很可能是被全部抹杀 即使是运气最好的 也只能活下来一个人 各位身为实强者 梦魇印记若是没这个权限的话 那可就是笑话了 方林提出来的这个办法 的确是相当的公平的 而且当巴比伦他们踏入进光门的瞬间 那个光门的颜色 也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异点 忽然间从白色 一下子化为了血红色 接着又变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绝大多数的实强者的脸色都变了 因为方林的话 是真的 这四个人的梦魇空间的编号 在这一瞬间 变成了空号 还有人不相信我的话吗 四十方林这句话冷冷地说出来以后 竟然没有人回应 尽管他们都有心理准备 但是都还是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白种思绪都在脑海里面交错 赢回 但是这个时候 方林的话又响了起来 却似是魔鬼那样充满了诱惑 我知道 每个人都是怀着一个刻骨铭心的心愿 进入到这个地方的 而且虽然这个梦魇空间不完善 它却也拥有超乎常人想象的能力 我们现在要继续活下去 那么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冲出去 击破我们来时的那一扇梦魇之门 从来路 冲回现实世界当中 将这个已经接近崩溃的空间 彻底的击毁 只要我们冲出去 同样就会被默认为 具备了通过十次黄金主线任务的实力 而我们的愿望 一定也会得到满足 当然 你们也可以袖手旁观摩扬功不出力 但你们要记住 我一旦失败 到时候 你们要么死在梦魇世界里面 要么也同样会面临这一刻 到时候孤独无缘默默等死的时候 可不要后悔莫及 其实 方宁上面关于实现心愿的猜想 的仅仅是他的猜想和推论而已 但是人到了绝望的时候 是什么荒谬的理由也可以拿出来当成救命的理由的 哪怕是心智坚毅若实强者 在先前遭受到了这样的消息重创以后 方宁却以重望所归的姿态压倒性的发出了倡导 进而以领头鸟的方式指出了生路 也自然会令他们心智松动 生出了追随的念头 而方宁的下一句话 正是坚定他们的决心 我和我的伙伴 将一直站在前方率先出手 你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协助我 用尽全力的协助我 如果你们还想活着 还想见到你们的家人 还想要达成自己的心愿 那就跟随我来吧 我要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跟随在我的身后 和我一同击破这梦魇世界的毕章 成功地逃出这个即将腐朽的空间当中 方宁既然已经做出了这样 真真切切的表态 雷洛 物捷克等人立即复议 其余的人在方宁表态冲在最前方 率先出手以后 也意识到了这个机会虽然凶险 却是在目前的危机下 可能是出现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在方宁的率领下 参与行动的空间强者不落痕迹的 来到了那一扇接天连地的 獠牙巨门之前都并住了呼吸 巍峨的獠牙巨门 表面依然是暗红色的 单单是看了都给人一种难以抗拒的威严 人在他的面前 渺小得一如蝼蚁 甚至都会顶礼膜拜 这曾经在心中高不可攀的无谓存在 今天就要在觉醒的愚者的带领下 亲手将之生生击破 所有参与行动的轮回者 聚集站立在了一起之后 藏民深深吸了一口气 一种清晰而迅速的语气说道 空间当中被设定是无法进行战斗的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规则在起着作用 若是不击破这一层规则 那么说什么都是空话 还好我们有一个能够来做这件事情的人 卡米尔 目光呆滞的卡米尔应声站了出来 方林继续说道 卡米尔会切割开保护空间之门的规则 然后我会出手 将空间之门的防御降低到复制 接下来就是我的伙伴出手 最后再轮到你们 而现在不想干的 还来得及退出 其余的人全部是鸭雀无声 方林冷酷地说道 若是想死的 就保存实力好了 开始倒计时 十秒后行动 卡米尔的双手上 忽然间出现了一条难以形容的光线 那个光线极度的凝聚 就像是飞射出来的灿亮激光 被他玩弄于指掌之间 然后他已经骑进到了空间之门前 将那个光芒对准锯门印了上去 在距离光门表面一米左右的地方 就出现了透明的障壁 卡米尔手中的光线 就像是持续的光具 光芒四溅地深深地切割了进去 而卡米尔启动这个光具的代价 则是在燃烧自己的身体 这样的从灵魂开始燃烧 就连空间的治疗都是无效的 剩下来的九大强者等人的心情 也倍加沉重了 单单是切割开这么一道保护规则 就要搭上一个人的命 那么到了后来 又该拿多少人的命来填呢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